一般民众要怎么预防鼻烟癌呢 现场廖医师帮我们带来了这个茶饮 是不是里面内容有什么 其实它不是算预防 不是保养的茶饮 就是如果说已经有那种口水太少的人 然后像以前我们有讲过说 如果说是嘴巴破的人 或者是说它已经开始接受化疗放疗的问题 就是已经有口干舌燥 或者甚至粘膜受损的情形 然后我们这个茶饮的话 这个之前讲的麦门冬跟天门冬 那这两个都是帮助我们脱液腺分泌 而且它有保护粘膜的效果 那在中医来讲就是属于滋润的药物 然后再来这个是生地 那它有清热解毒而且凉血的效果 就是如果说可能口腔有点破损 然后甚至有点肾血的情形的话 身体可以有所改善 然后再来这是甘草 这个是红枣 甘草跟红枣它都有补脾胃的效果 然后红枣又是中药里面的综合维他命 就是算是帮患者补充他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营养 像这样粉粮药材 大约就用一公升到两公升左右的水去煮当成茶喝 那除了这个保养的茶饮之外 我们透过穴位也可以增加 例如说我们唾液腺的一个分泌 对 然后穴位的部分我们就 请阿德同仁 人与惊人 那个第一个穴道 这个下关穴 下关穴在我们那个 在这个骨头我们颧骨侧面 颧弓的底下 到那个耳朵前面的这个地方 就大约在耳朵的中间的前方 那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说它是 我们嘴巴闭着的时候 它这个孔会摸到 我们嘴巴如果张开的时候 会发现这个孔被盖住了 你会发现有个关节在那边动 那其实第一师就知道 这个底下就是有那个三叉神经 跟脱衣线的关系 那所以我们可以按摩这个穴道 下关穴 然后帮忙脱衣线里面的 口水分泌出来 然后那再来这个是易风穴 易风穴它大约在耳垂的后方 然后在耳朵后面这边 有一根凸起来的骨头 的中间凹陷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我们在按压的时候 是用指 是用那个指关节 这样子去压 这样去压 力道比较大 对对 这样去压 然后那其实大部分都会痠 那这个穴道其实它跟脸部的 血液循环有关系 然后它跟耳朵里面的 血液循环也有关系 所以可以帮助这边的循环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中医的 面部的美容穴 那么有效 等会帮我多爱你 所以除了帮助血液循环 美容也有效果 对对对 然后那再来我们看到下巴的部位 就是在我们 其实手如果这样放 这边有一个转弯的地方 那其实这个地方 中医我们这样讲说教练 那其实它大约就是在舌骨的中间 可是我们不要去压舌骨 因为舌骨很脆弱 我们这个地方要压呢 是要用拇指回扣 往前推 就是不要压在这个 血点的垂直垂直压下去 往上推一点点 对稍微往上 来你头稍微低下来 对应该是要往这边这样子推 这个方向去推 那其实在推的过程 你会觉得说口水有这种 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慢慢冒出来 对对对会慢慢的冒出来 那最后想要问这个立医师 如果说他是属于鼻炎癌患者 在治疗后 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 例如说我不能够去游泳 怕那个细菌或病毒感染 或是有其他的一些禁忌呢 如果没有急性的感染 其实游泳是没关系 我想首先还是提醒所有的患者 一定要在这个治疗之后 定期的追踪 这是最重要的 那生活上也许会有一些不方便 例如说因为电疗本身 就算是一种高能量的一个照射 对皮肤多少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我会建议在治疗结束之后 也要尽量减少日光的曝晒